韓國瑜這邊 將計就計借力使力酷了 乾脆開啟了這個包子鋪 也就是大家來選 高雄的十大包子鋪好不好 要辦十大包子大賽 好 看看誰是最有料 最好吃的包子 而且最後厲害了 韓市長要來親自頒獎 這是高雄市的觀光局長潘恆遜 他直接在臉書上PO文 也說要辦選拔賽 而且就在三月份 而這個韓國瑜在今天也回應了 他說既然人家說我們是土包子 我們就找包子店來比賽 我就是土包子頭 我會去頒獎 好 大謙委員怎麼看 這個應該是廟中之廟了吧 這就是韓國瑜的個性 也是他可愛的地方 就是他一直是一個 很樂於自嘲的人 我記得當時在選舉的時候 他曾經被嘲笑 大家說他是一個沒有線的包子 結果他的回應是 沒有線的包子是饅頭 那麼沒有皮 但是有線的是獅子頭 所以他用這樣的方式 很輕鬆的就把對手的攻擊 給回應掉了 以我對韓國瑜的了解 韓國瑜不是一個複雜的人 他也不是一個全謀的人 對韓國瑜來說 他也許不像很多政治人物 認為說他一定要攻頂 他一定要拿大位 才是他人生中最光耀的時刻 我相信在他站在台上宣布 他當選高雄市長那一刻 已經是他今生今世 他認為最光輝的時刻了 所以對韓國瑜來說 現在很多人講說 他想再找更好的位置 像想再做什麼更大的夢想 目前為止以我的了解 他只想把他手上的事做好 那麼第二 剛才我們在講這個民調 其實北韓南科 就像剛才立文講的 最重要的關鍵點 就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韓國瑜跟柯文哲 兩個人核心支持者的位置 到底在哪裡 韓國瑜的核心支持者 就是以藍軍的選民為主 而柯文哲的核心支持者 這也是民進黨最大的Tone 是以綠軍的選民為主 所以很快的 就把對議性給畫出來了 當然也包含了柯文哲 在台北的所作所為 這一點我比不過世間兄 以後要批評柯文哲 請世間兄來就好了 每一個黨都可以 只要世間兄來 我覺得他講的 沒有人能夠超過他了 但是我要講的是 從這個民調當中 我們看到另外一件事情 你會發現韓粉跟柯粉 沒有高度重疊 所以如果你把台灣的選民 來做一個切割 韓粉是用重切切出來的 傳統的選民我們切成藍綠 而柯文哲是在藍綠的板塊 越來越萎縮的時候 他在中切的過程當中 找到了一塊白色的 或者是無色的 所以這是柯文哲的選民 但是也正因為柯文哲的選民 是他號稱的白色 他現在面臨最大的挑戰是 你明明是白色 你怎麼會忽然想染色了 白色代表的是沒有政黨 白色怎麼會變成 另外一個政黨的顏色 這我認為是柯文哲 最近在聲量上 大幅下跌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而且柯文哲一再講 他無私無我 可是他忽然要選總統了 他的支持者就會覺得說 你顯然沒有無私無我 你一直在批評政治人物的權謀 可是顯然你做了 台北市市長之後 你又想要做一個更大的位置了 我覺得這是柯文哲 必須要很橫實的 去面對他自己選民的 可是如果你看韓國瑜 韓國瑜是把選民橫切了 台灣的選民因為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所以變成了是既得利益階級一塊 然後傳統的庶民大眾一塊 對這些政治人物來講 我們都是被選民認為是既得利益階級 韓國瑜是土豹子也好 或者是在過去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你看到很多名嘴 教授 作家 大家都來插一咖 每一個人都來踹韓國瑜一腳 可是我覺得他們這些人所作所為 都是在幫了韓國瑜 因為他們對韓國瑜的嘲弄 對韓國瑜的鄙視 其實只不過是讓普羅大眾更有感覺 覺得韓國瑜就跟我們一樣 他就是跟我們一樣講一樣的話 講出來也許你們聽起來不是很順耳 可是講得很實際 這就是為什麼土豹子 其實幫了韓國瑜一個大忙 但是我接下來要講 國民黨自己面對了 兩個很大的危機 第一個大的危機是 我們自己馬上就有削強之亂了 我們內部問題要怎麼解決 我們到底要不要尊重 我們自己的制度 我們的制度如果不能夠尊重 有沒有可能因為一個人 或因為一次選戰 忽然之間把制度做大幅度的扭曲 這個扭曲會不會造成黨的分裂 民進黨在等的不就是這一刻嗎 民進黨就是等著你國民黨分裂 等著你國民黨內有人忍不住 放不下 捨不得 然後國民黨就分裂了 剛才立文講的沒有錯 我們不管要徵召誰 都要講得通 如果你講不通 你徵召任何人都是害了那個人 國民黨要不要在這個時候 自己自己折損自己最重要的戰將 國民黨要怎麼樣鋪出一條路 怎麼樣推出一個最好的候選人 程序的正義 絕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程序正義沒有做到 哪怕你現在候選人再怎麼強 到真正拉上場去打仗的時候 你沒有程序正義在背後支撐他 他馬上就垮了 第二個國民黨面臨的問題就是 整個國民黨向來就是 以救世主的心態 我們心存僥倖 我們總是習慣說 要抱到一根稻草 當韓國瑜沒有出現的時候 你就最常聽到人家說 怎麼辦怎麼辦 我們國民黨要靠誰 韓國瑜出來之後 所有的太陽也好 所有的黨內人士也好 都鬆了一口氣了 反正這個黨只要有韓國瑜 就像當年只要有馬英九 就不會垮 可是當馬英九垮了的時候 整個黨都垮了 所以今天國民黨 不能夠只靠韓國瑜 韓國瑜用他自己的犧牲 為國民黨爭取了第二次的機會 這是一張門票 國民黨的每一個人 都應該要感恩 都應該要努力 在這個門票所爭取的時間裡頭 我們要想辦法 把自己的國民黨改造起來 那國民黨還有誰可以靠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我覺得國民黨 如果大家願意改變 都可以靠 我要講的是 我沒有挑戰你支持韓國瑜 我也一樣支持他 我是說有沒有第二個 類似韓國瑜的 我覺得國民黨內要有 第二個 第三個 都應該要有 有嗎 現在可能沒有 現在沒有 我要講的是理論 但是我覺得這個理論 不能夠因為說 這個理論可能很難 所以我們大家就在那邊等著說 那就挑一條最簡單的路 就韓國瑜就好了 我們開口閉口都講韓國瑜 反正只要拿了這張牌 我們就可以打遍真夏五點手 我想要稍微補充一下 韓國瑜一個兩個就好了 一個黨不是每一個人都韓國瑜 韓國瑜去當高雄市長 他的副市長 他的局處首長 難道每一個都是韓國瑜嗎 不是 韓國瑜需要的 不是第二個韓國瑜 第三個韓國瑜 所以國民黨需要的 不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韓國瑜 國民黨需要的 也不是說當時馬英九執政 他需要的不是第二個馬英九 所以這叫做團隊 團隊就是有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人 有些人是你看不見的 這就是為什麼一個黨 他在執政的時候 他有完整的人才 他有政策 人才是要各種人才 不是只有一種韓國瑜人才 而且就像立文講的 國民黨現在有了韓國瑜 被民眾支持 將來我們的吳敦義 將來我們的朱立倫 將來的王金平 也許也可以成為另外一方 被民眾支持的人 為什麼今天一定要講了韓國瑜 才代表了是一個民眾支持的代表 也許有一天吳敦義也可以 國民黨有一天可以很驕傲的講 我們有韓國瑜 有吳敦義 有朱立倫 有王金平 我們有這麼多人 我們哪一張牌打出去 我們都會贏 國民黨一定要做得到這一點 我最後要講的是 柯文哲會不會選的關鍵 是在於柯文哲能不能夠 贏過藍軍 或者是綠軍候選人10%以上 這是柯文哲自己講的 他認為他只要出來選 他最後會有5%的選票回歸藍營 會有5%的選票回歸綠營 所以今天對國民黨來講 或者對民進黨來講 我們要讓柯文哲不敢選 的最重要的關鍵 是我們自己的候選人要自強 我們的候選人能不能夠 快速的拉近跟他的距離 哪怕不能夠超越他 也要讓他打一打算盤說 他拉出來打的時候 5%回歸藍營 5%回歸綠營 他立刻就先減10% 他拉掉了10%之後 他還有沒有贏的可能 不要忘記當時在台北市 丁守中對戰柯文哲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可是落後20幾% 落後20幾% 打到最後只差3000票 如果不是因為投票時間超過 我們最後還可能會贏 所以我相信這個教訓 對柯文哲來說是血淋淋的一個經驗 他絕對不會忘記 如果柯文哲今天真的要選擇 要不要出來 他會仔細的精算 他到底能不能夠 經得起這樣的衝擊 對 差不多兩句話 當然因為立文跟大謙 都是國民黨的 非常優秀的前立委 我講實在話就是說 我們台灣最大都是土地民進黨 第二名呢 最討厭的政黨第二名一定是國民黨 我這樣講很抱歉 不要 這就是事實 對 謝謝 我把他講完就是說 今年選去韓國瑜是一人叫全黨 對 從我看來現在是韓國瑜大於國民黨 很抱歉 因為我不是國民黨 韓國瑜大於國民黨 但你們對國民黨的忧心忡忡 很抱歉 我沒辦法投入 但是我的結論是說 我有點擔心 國民黨會拖累韓國瑜 他講的完全都是事實 所以我才講說 國民黨會拖累韓國瑜 國民黨不要拖累韓國瑜 國民黨在韓國瑜 幫國民黨爭取到的空間 還有時間之內 國民黨應該要爭取 要珍惜 有共識 雖然程度懷疑黃崇燕 是不是跟王世健醫院交情不錯 因為這個世健醫院已經講 如果蔡英文當選他要去跳海 所以黃崇燕就極盡可能性的 降低蔡英文當選的可能性 降低這個王世健醫院 去跳海的機率 我真的覺得這個 沒有最瞎的豬隊友 只有更瞎的豬隊友 這個更瞎的豬隊友 就叫黃崇燕 你什麼字不好講 你去講土包子 我想請教一下 民進黨向來推崇的價值是什麼 清廉本土 對不對 清廉本土 愛香土 甚至陳水扁在選舉的時候 跟馬英九選的時候 他說我是土狗 他是什麼 貴賓狗 他是這樣講的 而且他是披薩跟包子 本土九是披薩 他是包子 他是披薩 他是包子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謝黃崇燕 我是不知道你是因為年紀太輕 所以不知道陳水扁這一段 還是怎麼樣 民進黨向來推崇的價值 就是要本土 土這個字對民進黨來講 就是一個跟在地連結的一個 一個最有力的字眼 結果今天你們活生生把這個字眼 經由黃崇燕的嘴巴 然後送給了這個韓國瑜 然後韓國瑜又能借力打力 我們剛剛講到 國民黨的幾顆太陽 就是說當然 國民黨是一個團隊 不需要人人都是韓國瑜 這個我同意的 每個人是其中的一個螺絲釘 有發揮不同的功能 比如說像這個 可能王金平 王金平前院長 他就是很有協調的能力 很有募款的能力等等 國民黨裡面 需要很多不同的角色 可是這很多不同的角色裡面 但如果今天出來選領導人的人 為什麼我們希望 他可以更像韓國瑜一點 可能不是令文綺的希望 可能是我自己的希望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人 你說哪一個人會被人家說 他是土豹子的時候 有韓國瑜這樣自嘲的反應 這個自嘲的反應 就是為什麼老百姓喜歡他的原因 就是說他非常的接地氣 他覺得你送我土豹子OK的 我們就來辦一個土豹子大賽 我就是土豹子的頭 這樣子接地氣的反應 就是老百姓要 老百姓覺得 你跟我基層在一起 至於韓國瑜 對不起 韓國瑜 不是韓國瑜 是韓國瑜 被人家打得七婚八素 然後舉黨之力 除了王世堅以外 舉黨之力來圍繞韓國瑜的時候 那麼四大天王 有沒有出來講講話 我覺得國民黨今天 真的該檢討的是這一點 我不希望你每一個人 都像韓國瑜 但是當這樣子的一個統治 尤其是九合一大選裡面 相當程度挽救了國民黨的選情 把國民黨的選情 相當程度往上拉了一大把的 韓國瑜 當今天在被人家這樣講的時候 我們四大天王出來講講話 我們所有的天王出來講講話 你的統治今天被人家打到這邊 這為什麼我有時候某種程度 我推崇民進黨的原因 我不是完全都覺得民進黨不好 民進黨某種程度他很護短 比如說你看黃崇燕事件 如果今天你蔡英文不處理黃崇燕 那表示你蔡英文認同他講的是對的 那你怎麼跟他切割 他已經講成這個樣子了 你說會處理 然後到今天為止也沒處理 那表示什麼 表示黃崇燕講的是你蔡英文的心聲 所以就不會處理了是不是 他不會處理了 因為他講的就是我想講的 只是說我不方便講 就藉由黃崇燕的口來講 這不就是你不處理到現在 你告訴大家的不就是這個嗎 但是民進黨某種程度來講 雖然他護短 這個我們覺得很不好 可是某種程度來講 他們真的是團體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他的同志 不是出了包 不管今天出了包上且護短 當不是出了包是被冤屈 是被打壓的時候 民進黨是一擁而上 整個黨一擁而上 這是我欣賞民進黨的 黨性的地方 我覺得當然我們四大天王 不可能每個人風格都一樣 要做到像韓國瑜那樣 你可能要某種程度 在地獄裡面打過滾 從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一路被新潮流追打 打到今天這個樣子 所以他已經在基層 已經混過相當長的時間 他瞭解基層怎麼想 今天你不可能 變成他的情況之下 至少某種程度 你要展現你國民黨 是一個團結的政黨 不管今天未來出現的 這個候選人是誰 今天我的同志受辱 我的同志受到莫須有的一些罪名 甚至媽媽是土豹子的時候 我今天就要講 你們民進黨真的是高高在上 你們現在已經不土了 你們很羊 你們是羊豹子對不對 你們蔡英文在受訪的時候 宣布要參選的時候 都不屑跟我們的土媒體講 絕對不是跟我們的土媒體 這些本土媒體 你們都太Local了 不配接受我蔡英文 我蔡英文要宣布 就要跟羊媒體宣布 是不是今天民進黨 絕對黨已經站在高山之上 看底下都是蝼蟹 已經看不起我們這些土豹子 我真的不知道 如何感謝黃崇岩 或許國民黨考慮打一個匾額 送給黃崇岩